在IOS的听力测试里面,同学最常看到的会有七大类型的考题 那现在我们就来IOS官方网站上面看一些这些考题的例子 同学在我们的教学投影片上面可以找到这个网站的连结 好,到了这个网站之后呢,我们往下拉 可以看到IOS Listening Sample Task 好,我们来看看有哪七大类型的考题 第一大类型叫做Form Completion 也就是填空题 我们来看一下填空题长什么样子 好,这个就是填空题 大家会看到在考卷上出现的模样 好,在你听到听完一段IOS的听力测试录音之后呢 在你的考卷上你会看到也许是一个图,也许是一个表 好,那你就要根据你所听到的把你认为正确的答案填进这个空格里面 好,这一类的问题呢,就是填空题的题型 再来第二大类型的题型呢,会是Matching,也就是配对 配对有两种,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配对Matching的例子 好,这是一种,这是其中之一 就是你在听完录音之后呢,你必须要从A到E这五个选项里面选择正确的选项 然后呢,到下面1到4,好,把正确的答案配对进来 这是其中一种配对的类型 第二种配对的类型呢,会是长的这样子的 好,这是第二种配对的类型 也就是你在听完之后呢,从题杆里面读到问题 然后呢,你选择 好,有三个,譬如说这个同学 他有三个回答 那A到C三种回答里面 他在下面21到25,哪一个状况下面 他用A到C的回答,请你要把它配对进去 这是第二种配对问题 第三类的题型呢,叫做选择题 选择题,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也就是你选完一个,读完一个题目之后呢 请你选择正确的答案,把它填进去 这个非常熟悉,我们就不多说了 可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选择题的例子 Multiple choice,好,就是这个样子 好,每一个问题呢,他都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请你把正确的答案的字母选择起来填上去 好,下一个大类型的题型呢 叫做填图,或者是填表 也就是plan, map, diagram, labeling 好,我们看了这个名词 也知道,这就是要你在一个图片 图表,或者是在一个地图上面 填上正确的名字 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好,在你听完一段录音之后呢 也许会有这样的考题来问你 就是呢,在这样一个空间配置图里面呢 什么样,哪一个房间叫什么名字 你可以在这边A到I里面 找到各个房间的名字 然后呢,要根据你听到的录音考题里面 来填正确的答案 好,每一个房间有它正确的名字 这样子的题型叫做 map, diagram, labeling 好,最后一种呢 最后一种题型 好,叫做 简答, short answer 简答题型长的是 嗯,这个样子 好,在这边他问你说 你不能用多于三个字 好,来填,来回答问题 所以他在这边问你是哪两个factor 所以你就要用三个字以内呢 来回答每一个问题 像这样子的问题就是简答 好,以上呢 就是为大家介绍七大类型的 IOS的问题的题型 那请大家呢 到这个网站上面 好,来download 来下载他们所有的题型 然后呢 多读多看来熟悉一下IOS听力 到底会出现哪些问题 到底会出现哪些问题 好,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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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